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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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大家对于刚才的这段表演 感受怎么样 特别好 我能特别亲近地看见他 从我身边就那个棍底下给划过去 而且确实跟地面没有接触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半蹲着看 小伙子真是有真功夫 我们再给他点掌声吧 真的是 好棒 谢谢 跟大家 还有我们观众朋友 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企业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王楚骁 我是一个街头艺人 我平时在成都做街头表演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机械舞的 十七八岁吧 当时我在网上看一些视频 就是国外的表演的大师 还有一些达人 是这样的机械舞的大师 感觉特别的帅 然后我就跟着视频就这样的练习 我是很好奇 练就这样的功力 你每天要练几个小时啊 我刚开始每天好像练五六个小时 就刚开始的那个需要练习的量很大 可能还没有找到力道吧 主萧你其实是舞蹈因为练得好 又融入了魔术是这样吗 而不是因为会魔术然后再融入舞蹈 对对 很明显我舞蹈比魔术好一点 学这个没什么特殊的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街头表演呢 刚开始 可能就因为没钱吧 就是靠这个赚点生活费啊 然后也可以得到家里面认可 但后来就是看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街头表演者 然后我也喜欢这个 也喜欢给大家带来开心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 钻杆的那个高度啊 你有没有统计过 反正你是我见过是最低没有之一了 还有人比你更低吗 我觉得已经太低到极限了 人体的极限了 也许还有吧 我觉得郭兰问了一个好问题啊 你真的可以回去查一下 看看以你这种方式 从肝下啊 膝盖和上半身不接触地面 通过的世界吉尼斯记录是多少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申请 可以先去申请 我也是这么想的哈 还说到这个我想问 你有团队吗 还是自己一个人单打活动 自己一个人 机械舞 它和我们认知当中的街舞 有什么区别 街舞是一个大的范畴 它有机械舞 还有跳舞 还有鞭舞 还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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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考虑过 把你现在的这个机械舞 和其他街舞包含的种类 做一下融合吗 在这方面有没有创新的考虑 有 不过这个是漫长的过程 为什么呢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套节目 大概是我练了八九年吧 你是怎么想到 把舞蹈和魔术结合到一起的 就是我两个都喜欢 然后两个都练 练了练了就结合到一起 魔术你学了多久 三四年 那其实我想问小燕老师 就是因为它会有大型的 各种各样的公关活动是吧 那像这样的 除销这样的行为 有可能在您那个活动当中 有更好的展示效果 其实它这种是完全有 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去呈现的 而且一些商业活动里面 比如说一些展览啊 展会啊 一些庆典里面 其实它都是非常合适的 我想问你就是 萧萧你看啊 因为我们在海外 其实这种街头艺术 非常常见嘛 但是他们我会发现 都是team团队表演 然后你没有想去找一些 和你一样年轻帅气的伙伴 一起来呈现吗 因为在我们这边做这个的人比较少 目前跟你一样的这样的小伙伴 大概国内做这种表演形式的多吗 有多少人啊 两个 两个 那你没有想到把这个交给一些喜欢的人吗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徒弟 那你招生多少年了 我只招过他一个人 就是从你学到现在只招了他一个人 对 那你不想把你的这个技术传承下去吗 教更多的同学吗 那得有人学 其实在我看来我们可能替他想的太多了 我其实特别欣赏他的生活态度 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又能愉悦更多的人 有你的粉丝群体 你又能养活好自己 承担自己的对吧 家庭责任也好 社会责任也好都承担了 那萧萧你 你第一次出去表演 或者你刚刚开始 有没有没有人看的时候 刚开始没人看 是吧 刚不尴尬 不尴尬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就刚开始的时候是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介绍表演 也是你修炼的一个过程 对 记忆的提升啊 包括你自己的这种 对一点点的这种理解 真的很棒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其实我想跟楚萧说的是 除了你本人的记忆 在不断地提高 你享受了你表演的过程 但实际上要让我总结 我觉得大家现在 接受街头表演 且愿意为一场精彩的 街头表演打赏 最根本的原因 也是最深层次的逻辑 就是我们的经济水平 越来越高 这样的文化形式 我们对他们的接受程度 和包容度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双进步的一个体现 因为在传统当中 街头表演 是这个人似乎遇到了困难 困难 甚至生活走投无路情况之下 才会选择在街面上 亮出自己的绝活 进行这样的表演 对 但实际上 现在我们会发现 有越来越多 像楚萧这样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一身 非常好的绝活 而且选择用街头 这样的地点 把自己的记忆展示给大家 我倒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也衷心地希望 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今后有机会 不论您在哪里 看到精彩的街头表演 首先不要吝啬您的掌声 其次 希望您掏出手机 为这样一场精彩的街头表演 来打赏 好吧 再次感谢楚萧来到《非你莫属》 也希望今后能够在更多的地方 看到你精彩的表演 好的 好 感谢楚萧 再见 谢谢